都是地府惹的祸 不讲牛大宝 冠名 鸭子 第365章 有人想见你 崔明居然要饭愁这两天不要轻举妄动 这倒很出乎饭愁的意料 通常这家伙都是崔明的呀 一直要饭愁加快进度 今儿怎么转型了 饭愁有点纳闷 不过也没办法 既然他说不要轻举妄动 那就乐得清闲呗 想起即将到手那20万 饭愁又是一阵的兴奋 只觉得这一番的辛苦 总算他妈没白忙活呀 不过当饭愁把这好消息 告诉刘备等人的时候呢 刘备敲了敲桌子 面无表情的说着 为财昂喜动于色的人 都是没有大出息的 20万就把你高兴成这样吗 记住要是金钱为粪桶 饭愁一绝嘴 刘哥你有多少这种粪桶 你给我点呗 昨天晚上啃鸡腿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是金钱为粪桶呢 那一个鸡腿五块钱 你天天在家待着不干活 你怎么不拿粪桶出去 给我换俩鸡腿回来呢 站着说话不要疼 刘备当时就没词了 其实钱这个东西 说到底它是个好东西 是每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有人曾说要视金钱为粪桶 那是放屁 因为他没钱 有钱你看他拿那个钱 当不当宝啊 现在这个年月啊 没钱就吃不上饭 没有钱就住不上房 没有钱你就娶不起媳妇 没有钱就看不起病 没有钱甚至连死你都死不起 当然了 没有钱 没有红包什么的 开直播多没意思 所以范畴一向认为啊 那些成天喊着 视金钱为粪桶的人 都是不缺钱花的 完全属于站着说话 不要疼的 再不就是分逼没有的 吕布直爽的多了 一听有20万眼睛就亮 忙问他 哎 20万够我们吃一年的肉不 20万嘛 如果吃肉呢 先不算我们啊 一天让你使劲吃 就按你刚来的时候说的啊 十多斤肉的标准 200块钱也就足够了 一个月6000 一年才72万 20万省着点吃能吃三年 范畴自己算完吓了一跳 20万 这对一个普通上班族来说 已经是个大数目了 不吃不喝光赚钱 都得好几年呢 现在 对于吕布来说 居然只够他一个人吃三年肉的 幸亏吕布顶多还能在这住10个月 不过那也得6万多块 范畴看着吕布的眼睛都快冒火了 赶忙杀住了话头 打岔头 但是一天呢 吃十多斤肉太可怕了 这是不科学的 还是像以前那样 挺好 不过呢 顿顿有肉吃 这个我是可以保证的 吕布也一撇嘴嘀咕道 嗯 也行 顿顿有肉吃也算不错 我们那时候打仗 长长几天才能吃到一次肉 豆鹅笑了 吕大哥就不要纠结肉的问题了 现在时间不早了 要不要去隐魂大镇看一看 也好 去看看回来我好睡觉 唉 好吧 刚好崔命说了这两天可以不用行动 我终于能放两天假了 范畴欢呼着 自从接受了这个任务以来啊 崔命第一次给放假 虽然情况未明 好歹也能休息休息了 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 比如说 睡觉 隐魂纳震那里还是和往常一样 总是能捉到那三三两两的游魂 和几只倒霉的小动物 僵尸却没再出现 范畴看完了回家是蒙头大睡 他是累得精疲力尽了 不管有什么问题 我先把这个叫睡饱了再说吧 这一觉就睡到了下午 那睡了一个天昏地暗 他梦里梦得了很多鬼 在自己屋里转来转去 有说有笑 有来跟他说话的 还有对他做鬼脸的 最后还要搁起他 最后这个范畴终于忍不了了 他什么都怕 什么都不怕 就怕痒 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 啵吱一下就翻身坐起来 才发现 原来是阿湘拿个骷髅手 在自己搁起窝和脚底板来回捣咕 阿湘 干什么干什么 睡个觉也不消停 再闹晚上我就埋了你 阿湘最怕就是范畴说要把他埋了 缩的退回去好远 门外忽然有人说话了 你凶人这小姑娘干什么呀 是我让他叫你起来的 这都几点了还睡觉啊 太阳啊都晒脚后跟了 范畴扭头一看 原来是芙蓉姐姐 姐 最近你忙什么呢 总也看不着你啊 那个 她是小姑娘吗 估计比我奶奶岁数多大呢 再说你就看颜太阳晒到脚后跟了吗 我头顶星星身披月亮的时候 你忘了你啊 芙蓉姐姐还是老样子 文言扑吱就笑了 好忙好忙 你辛苦了 不过你得赶紧起来 有人想见你 有人想见我 谁啊 是人类不 现在的范畴思维也很跳跃了 可以随时随地无限的扩展 以前要是有人跟他说有人想见你呢 那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自己是不是被哪家网站或者杂志社给相中啊 要跟他大签合同呢 或者说哪个妹子想要跟他深入的交往一下呢 可是现在他脑子里想的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范畴 人类 鬼魂 妖怪 僵尸 天上的还是地下的 人间的还是明界的 土地庙的还是城皇庙的 芙蓉姐姐歪着头想了半天 这个不能单纯的用人类 还是非人类来界定吧 你行了行了行了 好复杂了 你就说吧姐 谁要见我 这个人呢 其实你也见过的 趁着天还早 跟我去吧 天黑了就不好进去了 天黑就不好进去了 这芙蓉姐姐是要带自己去哪呢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都是地府惹的货 第365章的故事 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咱们稍作休息 一会儿继续播讲 这个是 provoc谈ta的 预备 альном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